肯定是的,我非常开心能够看到现在世界体谈,尤其是我们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有一批优秀的年轻旗手都成长起来,无论是在男子领域还是女子领域,那么这次的话也是非常开心见到我们两位年轻的队友能够获得来一个人赛的金牌,其实他也是说明了咱们中国可以说是整个区队建设还是属于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实很多其他的样子, 比方说像乌斯迪克斯卡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印度和哈萨克斯卡他们也是具备非常强的竞争实力之波士,一个是快骑,第二个是他本身的赛制的原因,包括各种技术环节的因素导致最后是这个成绩,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有竞争力的棋手是越超过获得奖牌的几位棋手之外的,然后我自己的感觉的话相较上一天呀,因为而言咱们参与棋手的整体实力以及具备竞争的 我压他其实是在这个队伍有大幅的增加 其实还好,我觉得更多的是角色的不同,因为在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自己正是一个成长期的棋手,当时16岁嘛,也是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日常训练职业棋手的状态,一个上升期 但是现在的话,其实从几年前开始,我就不是在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国际小级职业棋手的比赛当中,不是也有日常的工作等等 所以虽然这次是以棋手的身份加入我们中国队,中国代表团参加几次比赛 但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包括备战竞技的整体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 对,然后并不会说有什么压力,或者说心态方面的话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或许会更成熟一些,或者说更淡定一些 一个是整个人随着这些年的全天和积累 那么第二个的话,也是他自己这个角色本身的不同